大家好,我是张瑶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位美国的退休的中情局官员 那么他是在中情局工作了35年 专门研究东亚的议题 那么他对于中国是如何看待台湾 他有一些个人的一些见解 那他首先是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在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 全国范围内的针对台湾的抗议的浪潮 就是说这种什么游行示威 甚至包括了打砸抢这样的行为 他针对很多国家都有过 比如说我所经历过的就有1999年 美国误炸了南斯拉夫的中国大使馆 当时整个中国全国是群情激愤 就是中国人上街去美国使馆抗议 甚至试图冲击这个使馆 当时中国已经有美国的快餐店了 这个麦当劳肯德基什么的 那这些店铺也受到冲击 那我当时是在上初中 那个时候我们所接受到的 整个完整的对于美国的仇恨教育 就是说这不可能是误诈 这是必然是一个故意的轰炸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故意轰炸 在南斯拉夫的中国大使馆呢 那当然就是说这个美国人的这个 就是这个暴力残暴 这个他对他欺负中国 这个延续了过去 看不起中国人 看不起中国 这个中国的百年的屈辱史 这样的这个逻辑 那我们那个时候还有写这个 什么打油诗啊 这个编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作品呢 去就是表达对于美国的这个仇恨和愤怒啊 那么其实好多好多人他理解不了 为什么911的时候 中国的确是有很大一批人啊 对于911这个事件幸灾乐祸 其实他就说仅仅啊 才离这个南斯拉夫 美军轰炸这个中国大使馆 这个事件才过去两年 所以在很多中国人的内心中 这个仇恨美国的这个教育 这个这个才刚刚 才刚刚过去啊 才刚刚结束啊 那所以说他们是911为 这个应该说是遭受美国的暴行的 这个善良的人民的反抗 也就是说类似于是这个天里昭昭 报应不爽啊 他们按照这个逻辑啊 感到这个幸灾乐祸啊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前因啊 那到2012年的时候 对于钓鱼台问题啊 针对日本啊 他也是这个类似的啊 这个全国的游行示威啊 试图冲击日本大使馆啊 日本的企业啊 甚至日本的这个珠宝店啊 手表店啊 被这个打砸抢 这个开日本车的这个人啊 甚至有人被打到重伤啊 那个这个日本的车子啊 这个被打砸啊 抢烧啊 就都是有这样的状况啊 但是唯独针对台湾啊 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啊 那么我能知道的就是比较明显的 这个抵制啊 台湾的这个状况 是2018年的这个金马奖啊 当时这个台湾的纪录片导演 傅瑜啊 在领奖的时候说 就是我希望啊 就是我们的国家啊 能够有朝一日 就是说成为 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在世界上受到尊重啊 这是我身为台湾人的这个愿望 那么由于他说了这句话 造成对于这个金马奖的抵制啊 就是很多这些 所有的这些跟中国有关的 这个演员啊 包括电影啊 都撤掉啊 包括就是说 什么赞助商啊 整个的 但是这种烈度 跟我就是像大家所描述的 对于这个美国 日本 甚至包括对于韩国 包括对于这个法国 那个时候加勒福 这种抵制 大家能看到这种非常 就是在暴力程度和这个范围上面 是有非常巨大差异的啊 那么他怎么样来解读这种差别啊 他认为是由于说 中国人认为中国政府对于台湾的政策是正确的啊 而且是已经足够强硬了啊 所以中国人不必出来这个反对啊 那么我个人的观察 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有意识的 不让中国人知道会激起中国人的民族情绪的 关于台湾的这些议题啊 他们对这个关于台湾的议题是非常谨慎和小心的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 1996年的台海危机啊 我是完全没有印象的 就是说我完全没有接受到任何这方面的教育 但是相反啊 就是对于这个美军轰炸 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 那我是接受了完整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仇恨教育的啊 所以说大家能看到这种差别啊 1996年发生台海危机 我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那么我也有问过我家人 我家人也完全不清楚有这一回事 也就是说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媒体上面 它是非常低调的来处理的啊 甚至有可能会有封杀的情形啊 这个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那我们就更不知道 就是说在中国的媒体上是怎么来处理的了啊 那中国为什么在台湾这个议题上是如此的谨慎和小心呢 那么他的解读就是在至少在2019年以前 中国视台湾为威胁 而不是视台湾为机遇 也就是说中国把台湾的存在 当成对于中国共产党统治政权的是威胁 所以他对于威胁当然是非常的谨慎和小心的啊 他不希望把它当成一个机遇 然后去在这个话题上去挖掘 最后挖掘到最后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他不希望搞成这样的状况 所以他索性就是主要是选择低调的去处理 甚至封杀这方面的消息啊 那么他更多的中国共产党都是在去回应 在台湾的这个发展上面不好的事情 他是希望阻止往这个所谓台独的方向去发展 而不是说去努力的促进统一 他的视角是这样的 那么当然在2019年习近平他的这个政策有这个转变 很明显的他从这个防止台独走向了促进统一 他也有观察到 但是他仍然不认为战争会是近期内会发生的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啊 他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 他说中国从来不以发动对外战争来解决他的内部问题 就是说如果中国发动对外战争 那一定是他就要发动对外战争 但他不会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来解决内部问题 也就是说很多人所担忧的 所谓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啊 习近平连任的合法性啊 习近平在党内是不是能够大权在握呀 那么这些如果说有问题的话 那么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以对外战争来解决 那么我也很赞同这个观察 因为如果大家去看一看的话 当毛泽东在党内的位置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也就是说他是针对中国人民的一场内部的战争啊 那比如说这个习近平 他上台的时候没有实权 他是发动了反腐 那反腐其实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党内 习近平本人像不属于他的派系的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发动了战争啊 那仍然是对内的而不是对外的啊 那所以说我也觉得就是说 就是说现在美国或者是西方主流的这个媒体 他关于这个台海战争的这个预期 可能是有一部分是是他过度的 这个高估了中国共产党会就是对外寻求战争 来解决内部问题的这个倾向性啊 因为就我个人在中国生活的经验啊 和我看到的中国共产党 目前正在把中国新疆化 正在闭关锁国的这个进程来看 那么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不需要 去采取对外战争的方式巩固政权啊 他没有这个必要性啊 比如说他现在这个已经就说 在中国普通中国人办理护照 已经越来越困难啊 他这个以疫情为理由啊 阻止中国人办理护照啊 那这个完全是一个借口啊 因为这个很多人办理护照 是为了出国留学 那么他跟疫情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他又不会回来嘛 他是出国他又不是进中国 怎么会有疫情的这个考虑啊 甚至包括我看到有人说在海外的 这个中国人他想要去续护照的时候 他都无法拿到这个护照啊 就是陷入维吾尔人这样的状况 也就是说整个中国新疆化 中国人维吾尔族化啊 这样的一个进程 他是非常稳定的在推进 并且我目前没有在中国看到 非常剧烈的一个这个反抗 也就是说他可以无阻力的顺利的实现 闭关锁国和中国新疆化的进程 那么如果这一切都会顺利的解决的话 那么习近平当然不需要进行 无论是对台湾的全面战争 还是就是说甚至是什么台海危机 那么对于习近平而言都是完全不必要的啊 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就不想要推进统一了啊 他只是说他推进统一是他想要去做推进统一啊 他没有任何时间上 或者是说这个执政上的这个时间线上面的这个限制啊 那么我在这一点上是很赞同这位 这个退休的中情局官员的这个看法啊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那方便的话麻烦你帮我跑一跑广告 喜欢的话也请你点赞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聊拜拜